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今年这个中秋月饼应该是说是近二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年 各种豪华月饼卖上万人民币已经是时过境迁了 有一类月饼销售倒是增长的 就是十块钱以下的月饼 大家还是想过去的就是没钱了 中国面临五敌时代吧 就是低增长 低收益 低欲望 低通胀和低利息 低通胀恐怕未必 因为中国官方的通胀数据非常不靠谱 这个上海股市跌到这两千七百点 胡锡进曾经说过 跌到两千七它就跳楼的 这个政府对消费的这个支撑作用 是要砸锅卖铁来还账 中国超级富豪 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已经移民 另外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正在考虑移民 一个全球化逆转 一个人口老龄化 少死化 中国的经济长期是没法看好 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